过去半年因为薄熙来丑闻引发的中共权力交接危机后 全世界都想知道中共还能维持政权多久 最近的美国外交学者杂志评论指出 如果中共不立即放弃极权统治 向民主转型 等待它的只有苏联式的崩溃一条路 外交学者网站10月1号的文章指出 尽管北京宣布18大将在11月8号召开 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如是重负的终于就处理薄熙来 和由谁进入最高层达成了一致 人们也可以预计 中共会在未来几个月 激励打造一个团结的形象 来继续维持它的中央集权专制 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中共来日无多 文章认为 中共内部的凝聚力和领导力的信心已经被撼动 其中的因素包括 薄熙来事件深度腐败 改革停滞 经济放缓 社会动荡加剧 与邻国及美国的关系恶化等 作者说 任何对此怀疑的人都去看一看中国的微博 感受一下普通中国人对他们政府的看法就明白了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政府学教授裴敏兴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他在文章中说 中共和其他集权统治一样 面临两条道路 一是苏联的自我毁灭道路 另一条则是向台湾和墨西哥的自我改造道路 但是他说中共是一个极权主义政党 他们控制军队司法政府和经济的程度 远远超过专制形式的国民党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 因此也就更难摆脱原有的形式 文章还指出 世界上最长寿的一党专制政权是前苏共的74年 中共已经在中国执政63年了 也进入了老年 如果他不立即进行政治改革 去掉极权化并把共产党转型 苏联市的崩溃将是他唯一的未来 张连杰指出 中共背后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独裁专制 用一套党文化来愚民和对民众洗脑 扼杀中国5000年传统和文化 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和传统 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根 所以中共的运作机制是毁灭民族的 中共体制内的人也是这种机制的牺牲品 而旅美的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 中国民主大学校长唐波乔认为 现在世界上包括中共体制内越来越多的学者 达成的共识是 中共再不放弃这个集权的统治 他崩溃起来的后果比前苏联还要严重 实际上就有一条出路了 就是放弃这个一档专制 然后重新跟这个国际社会 跟这个民间接轨 然后实行民主这个制度 我估计两天之类十八大开完以后 如果他们没有动作的话 不放弃这个 不像是全民承诺放弃这个一档专制的话 我估计他就会被这边吹罚 国际社会也不允许他们现在这样 无助回回下去 唐波乔表示 如果中共主动放弃极权专制 虽然这个体制和政权完了 但那些像前苏联 戈尔巴乔夫 或者叶利钦亮的个人还能够自救 他们将来在政治舞台上还可以扮演角色 但是如果他们不放弃 面对人民革命时 他们就是罪人 文章还指出 共产党员超过八千万 大多数人入党是为了利用他提供的金钱利益 他们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跟中国社会脱节的特定利益集团 中共应该明白 当遭遇政权危机的时候 他们会像苏共的几百万党员一样注定要叛逃 苏联的命运等待着中国共产党 提供进去年非党认较